用的時候其實跟你長得差不多 等一下 人文人幽默感不足 容易認真看待每件事 會嗎 有嗎 憲哥很幽默啊 是 不要啦 它很特別啊 不要啦 對 我來台灣發展 我是YouTuber 我覺得我最大的挑戰就是 了解台灣人的幽默感 台灣的幽默感跟法國的差這麼多 法國的幽默就是很黑色的幽默 但是台灣人不知道的是 法國的思想中有一個概念叫做 第二程度 第二程度就是你不要完全去相信 對方對你就是他表現的那樣 完全是認真的 然後譬如說法國有一個電視節目叫做 不要動我的電視機 但是全國手視率最高的電視機 但是這個主持人非常的壞 就是他跟你開的玩笑 台灣人會嚇到啊 我相信在這裡沒辦法受歡迎的 就是他會跟你講很多狀話 然後他會就是叫你我的寶貝 他都就是很難叫 但是他這樣子代表他 代表的是他要多喜歡你啊 因為我對你這樣子 所以代表我跟你很舒服啊 我是很喜歡你啊 不是 法國人聽起來很變態耶 就是一直在罵你 然後就是我喜歡你 對啊 因為你喜歡這個人 你喜歡這個人一直罵我 沒有 因為你 是不是SM啊 沒有 對 日本人都說對了 日本人無法理解 你看在台灣一個正妹 比如說黑木太太走過去 如果再幾個在那吹口哨或什麼 其實這是很不禮貌 對啊 日本也不會這樣 對 不會… 但是在巴西 如果一個正妹走過去 你沒有對她吹口哨 不禮貌 對 其實巴西 不禮貌 禮約 熱內如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累到一直在吹口哨 妳有用訴訟禮嗎 妳知道嗎 就 來我邊的 全部來… 這個還好 沒有 我覺得在很多方面上來講 很不簡單 作為YouTube我覺得很難 比如說有時候 我跟一個女性朋友去拍外景 台灣人一定要講 已經很曖昧吧 但是第二個程度 法國色相中的第二個程度 你不要去相信啊 有時候我說 我可以表現得曖昧 但是我們不是認真的曖昧 我是在開玩笑 是表演 不過我對藍藍搞曖昧是完全認真的 真的嗎 真的嗎 她已經是我的人了 我們是爺孫娘 爺孫娘 不會啦… 其實台灣願意這個接受幽默 因為她Friendly 對… 友善 很友善 你跟她開開玩笑她還好 對 可能因為 比較容易認真啦 對 有一些是你跟她開玩笑 然後她不是很理妳的原因 因為她害羞 害羞 比較內斂 所以妳也會被我毀沒禮貌 對 比較熱情 對… 是熱情啊 打著Matter 來 American台灣人真難搞 威爾姐夫 對 我來台灣很久 但是這件事情我真的搞不懂 折架券 台灣的會員跟折架券 這個文字遊戲超複雜 超認同 我也很認同 這真的很麻煩 我真的常常拿到那種 藥妝店的那種小紙條 然後上面就寫折架券 甚至有的還寫現金券 你就覺得是現金 結果你去買東西的時候 你付錢的時候 不能用 她就說不好意思 刮鬍刀不能用 對 有很多倍數 然後妳再買 她說不好意思 買一送一不能用 然後妳終於要付錢了 發現說 買399才能用 那個會員 折架券或什麼 都是笨蛋設計的啦 對 然後她都會寫一個 很小的字那種 你要用放大鏡看 就備注 10年前來的時候 可能只有兩行 廣告這麼大 然後底下一行的 投資理財有段就沒 真的… 真的… 真的看不到 真的看不到 對 買金融商品 那個都是在騙人 就是這個 以前才兩行 我現在發現已經到五行了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 好像在玩遊戲 就是要破關才能用到 而且可能只是100塊而已 就是真的是 這種凡文如捷 我… I can agree you more agree 不能同意更多 對 而且最近更麻煩 就是要刷載具 要刷那個百貨公司的會員 對… 然後要刷一個什麼 對 每次光結… 你就是一直刷… 真的… 假如妳前面排兩個人 她就會說 有會員嗎 她就會報一個電話 0913256456 然後下一個 又再報一個電話 所以妳每一個人 妳這個會員都要 等她講那個電話好嗎 對… 在美國我們就會給妳一個小卡 避一下一秒鐘 妳就可以走 全世界最喜歡排隊的是哪一國人嗎 我以為是台灣的 日本人 日本人在日本排隊了 黑市民排隊 所以日本人是不是毛錢排隊 超愛排隊 對 對 我們是看排隊就是 對… 真的… NO… 我跟你講 這個不一樣 我跟你講 日本人人的排隊 跟台灣人的排隊不一樣 日本人的排隊是很有效率 其實吃都很快 台灣人的排隊超慢 比如說假設 拉麵店好了 拉麵店 我上一次 我上一次我就想說 隨便吃一個拉麵店 然後前面大概十個人吧 十個人就是以日本來的話 大概不到十分鐘就可以進來 對… 吃完就走了 然後我在那一天等了一個小時 要… 因為他們就是一軍去拍照 吃東西 然後吃完還給我聊天 聊天 真的 對 所以就是說 我們日本人不是說喜歡排隊 因為我們覺得排隊是沒什麼 因為很快 但是台灣人真的很愛排隊 沒有啦 我們只是吃東西 效率比較慢 我們喜歡邊吃邊聊而已 所以日本人確實他的規矩是 比較真的很中規中規 所以他壓力也會比較大 不夠揮灑啦 至於愛排隊還是真的 黑木太太妳也 愛排隊 以前在日本也經常排隊吧 就看到排隊就 不小心想要 就稍微被吸進去的感覺 也想要排一下是不是 每天不排一下 反正這裡沒事 然後妳就排上去 最後輪到妳才終於知道 來 鞠躬 排隊 奇怪的 喂 排到 亂排隊 人家在攻擊的你也不排隊 隨便亂來 拿到很厲害 來…看一下黑木太太的 認為台灣人真難搞 台灣人怎麼難搞 嫁給台灣人 喜歡探人隱私 不尊重他人感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訂閱之後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 像現在這樣出現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